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宇文今天上节目谈论主题为 巨当薪水小偷为了收视率有获出去 在节目中他谈到自己曾被制作单位欺骗 说到喝生鸡蛋很营养 而且鸡蛋是有沙门氏菌的 由于该单元是前面一关没有过 就必须退回上一关 加上他前面那关的艺人一直没有过关 所以他就必须一直喝生鸡蛋 来来回回自己总共喝了20克 当下更引发败血症直接挂急诊 除此之外他也提到自己也曾说要上节目 与动物进行互动 不料当时的单元相当残忍 何宇文不仅曾在鳄鱼群里寻找鳄鱼宝宝 还与眼镜蛇接吻更夸张的是 某次他们为了节目效果 去找来一只正在发情的狼犬 不料当时录节目时 旁边的人都一直笑喊 狗都喜欢何宇文 人都不喜欢何宇文 当时才20出头的他 直呼真的很受伤 跟害得自己那时候 网络上的关键字都是狼犬 人狗情未良